來吧 開始 欸 題目有沒有檢討完對不對 27頁開始後面的題目有沒有檢討 27頁 後面有檢討 確定喔 有檢討就不檢討了喔 27頁 28頁 有沒有需要檢討的 這後面有沒有 那個輔導師幫忙檢討 這寫26是不是 那這邊怎麼圈了一堆 27頁28這邊沒有是不是 好 那我就往後上囉 來來來來來 我還剩一點點那個 飛驚鼠還沒教你對不對 你們學校進度我已經教完啦 我說你們學校進度我已經教完啦 我已經教完 你們那個大小天園園子的時候不是第四節嗎 我第一節就教完啦 你們還以為我沒上完 你們學校進度我已經上完啦 你們第一節我不是給你們上那個大小天園子所以是你們補課吧 你們第一節我不是給你們上那個大小天園子所以是你們補課吧 那你們是第四節啊 好 沒關係我今天要幫你檢討 複習一下 所以今天要幫你教的是除了那五個以外 非金屬的以外 再幫你補充一點東西 可以好 那你段考不見了會考的 先補充一點 好來看一下 14頁的常見的非金屬元素 開始囉 我這本編排跟你學校不太一樣 就你學校可能 第四節的我第一節把它教了 所以你自己要稍微的看一下 來看一下喔 還有五個 我們把它上調 碳原子 碳原子 可以喔 我們來看一下 碳的化學符號是C對不對 好 第一個呢 它依照原子的排列方式不同 造成性質不同 這什麼意思啊 你看喔 這個碳喔 它可以這樣子排 如果是石墨 如果是石墨 它是 一直喔 這樣子排成平面狀 就是碳 C 一直排下去 這就是C 然後一直排下去 這也是C 可以嗎 不一定要排下去 它是平面狀喔 所以呢 它比較軟 你拿來寫的時候 在紙上一刮 它一層就會斷裂 一層就會斷裂 一層就會斷裂 這樣知道嗎 可以喔 所以石墨喔 比較軟 它有一個俗名 俗名叫做黑鉗 俗名叫做黑鉗 你要把它背起來喔 它跟鉗是不一樣的喔 黑鉗跟鉗不一樣 第二種 如果它排成了 立體網狀的 這種呢 就叫做鑽石 可以喔 立體網狀的 這個稱為叫做鑽石 可以喔 你看喔 它有一個碳 因為碳是四架 你有背嗎 對不對 碳是四架 它旁邊接四條件 就變成這個樣子 它會這樣子喔 一 二 三 還有一個 四 然後呢 每個碳都是四架 它又會接 又會接四條件 又會接四條件 可以喔 然後每個碳旁邊再繼續接下去 會不停的連接下去 不停的連接下去 好 不停的連接下去 每個碳都接四條件 然後這樣接四條件 不停的連接下去 它是立體網狀 可是這樣子喔 一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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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再接 這裡再接出去 它變成一個立體狀 就是有長寬高 三個面的 所以它會比較穩固 因此它的這個 硬度是最硬的 它有一個名稱叫做金剛石 可以嗎 它叫做金剛石 這你要稍微記得一下 金剛石喔 它講的就是鑽石 那鑽石最怕什麼東西 火去燒 為什麼怕火燒 蛤 這很被 為什麼怕火燒 因為你喔 只要受到熱之後 它會給氧氣作用 它會產生二氧化碳 產生二氧化碳之後 裡面的壓力喔 因為裡面是硬的嘛 所以當裡面產生二氧化碳之後 出不來 出不來之後壓力就會增大 壓力增大 最後高溫喔 加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裡面壓力大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就會從裡面爆破開來 可以喔 所以它最怕的是燒 因為它會產生二氧化碳 可以接受喔 那這種就 這種喔 就比較軟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喔 都是碳組成 可是性質不一樣 這個是黑色 這是透明胡色 這硬度大 這硬度不大 所以我們就說啦 你既然是同種元素組成 只要排列方式不同 性質就不同 這樣知道嗎 所以啊 你在這個 倒吞第四條裡面 不知道你背了沒有 就是化學反應前後 原子間的 種類 數目 及種質量皆不發生改變 只是原子間重新排列組合 也就是說 只要排列組合 方式不同 性質又不同 我們之前也有上什麼 就是這個 兩個碳 六個H一個O 它有兩種排法 一種叫做C2H5OH 一種叫做 CH3OCH3 一個叫做乙醇 一個叫假名 有沒有印象 這告訴你說啊 只要你的組成啊 裡面呢 就算原子種類都一樣 個數也一樣 但是接的方式不同 性質就不會一樣 這樣知道嗎 所以第一條 你看一下 上面有跟你講 只要原子間的排列方式不同 性質就不同 那鑽石咧 我們都說它是三維立體網狀 鑽石 它是三維 喔 就是所謂的三維喔 不是人的那個三維喔 它講的是喔 有長寬高的 這一種 叫做二維 二維平面狀 它只有長跟寬 它沒有高度的 這叫二維平面狀 二維平面狀 可以嗎 好 那這種呢 叫三維立體網狀 三維立體網狀 三維 3D啊 可以這麼說 三維立體網狀 就是你現在的3D沒錯 可以喔 這樣沒問題吧 可以喔 這個是鑽石的部分 你要背起來喔 它可以做什麼啊 我跟你講喔 石墨 我們前面有講 它是唯一可導電的 這個東西呢 是可導電的 所以呢 它可以做成什麼東西 對 肥金屬裡面唯一可導電的 所以它可以做成的喔 電解水的時候碳棒 老師什麼叫電解水的碳棒啊 你看一下喔 PS跟補充一下 電解水 什麼叫電解水啊 電解水你看這個名稱就可以知道喔 就是喔 你把它通電 然後進入水中 水可以導電 只是純水不容易導電 你把它通電進水中之後 水就會因此而分解 可以喔 我們怎麼做的呢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我們在講那個物質分類的時候有講過 這裡給你杯水 然後呢 給兩根 石墨棒 然後這裡呢 接電池 只要你接了電池之後 下去 電池齁 凸出來的地方是正極 凹進去的地方是負極 我們會有電流 電流咧 實際上沒有這個東西 它有的是電子流 你要先記得一下 目前不會考 電子是從負極出發的 它租在負極 然後從這裡下來 然後這裡就會有電子回去 只要你通電 這個棒子是石墨棒 石墨棒就是可以導電的喔 只要你一通電之後咧 這兩個棒子啊 就會開始通電 所以咧 裡面就會產生氣體 那 這個棒子咧 是接待電池的正極 這叫正極的石墨棒 這叫負極的石墨棒 然後咧 這裡就會產生 氧氣會跑出來 這裡會產生氫氣跑出來 你可以稍微記得一下 這高三才會考 這樣行嗎 可以喔 好 那 既然它可以導電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石墨喔 拿來當成乾電池的正直 如果你把乾電池剖開來喔 其實那個凸出來的地方喔 這裡可以是抽出來的 知道嗎 乾電池有兩種 一種是你可以把那個皮的乾電池 你把那個皮扒開來 然後裡面是一根棒子 只是它用石墨粉 然後把它弄成一個棒子 可以喔 然後第二種咧 你是可以直接抽出來 它真的是整根石墨棒的 這樣知道嗎 可以喔 那正極的部分 所以你看上面 你看上面 我們這地方喔 第三點是不是 是不是有給你一個電池 電池的樣子 哪一個 十三月 呃 拱我沒有上嗎 阿鋁也沒上是不是 沒有 好沒關係 等一下跟你講 好我們先回來 然後勒 那個乾電池的部分 中間那個黑色的東西 它就是石墨棒 可以喔 你把它釘寫一下 是石墨棒 沒有問題 好 然後第四個勒 活性碳 這種碳喔 它的成分喔 是可以這個 吸附雜質的 可以喔 所以你要記得喔 活性碳 可以吸附雜質 跟水氣 好有些家裡 你有木頭地板的 它在那木頭地板底下 就要放一些石墨 它可以吸水 避免那個 那個木板會潮濕 可以喔 好用來勒 除臭脫色 要記起來喔 再來 炭燃燒產生二氧化碳 如果氧氣不足 會產生劇毒的一氧化碳 請你把一氧化碳寫起來 我要跟你講一下喔 如果碳 氧氣夠的話 它會產生二氧化碳 如果碳 燃燒的時候氧氣不足 它就會產生 一個氧所化合的碳 叫一氧化碳 這個一氧化碳喔 因為是燃燒不完全產生的 所以一氧化碳 可再燃燒 它可以再燃燒 可以嗎 可以再燃燒 你要不要記得喔 一氧化碳 跟二氧化碳不一樣喔 二氧化碳是完全不可以燒的喔 一氧化碳是可以再燃燒 這樣行嗎 請把它稍微記得一下 好 然後咧 這樣子喔 碳就沒有問題了 可以嗎 我們回頭來看一下十三頁的 鋁跟細對不對 鋁看一下喔 十三頁的鋁 鋁的化學符號 你要背起來 好 L 可以喔 鋁有什麼好處啊 質地很輕 要背 可以喔 大概說鐵的三分之一而已 可以喔 它質地比較輕 而且咧 它可以彎一下 它是比較有韌度的 這樣知道嗎 可以喔 鐵不是啊 鐵要分生鐵跟手鐵嘛 手鐵才比較軟 身鐵就比較硬了 可以喔 好 所以你看鋁活性大 你要記得喔 活性來分 它會考你喔 鐵比較容易生鏽 鋁比較不容易生鏽 那為什麼 不是因為鋁的活性小 是鋁的活性比較大 可是鋁只要一生鏽之後 它的表層喔 就是比較密 比較密之後呢 可以防止氧氣進去 因此 幾乎所有的金屬 它一帶生鏽之後 表層就比較密 氧氣又進不去 所以它的表層的氧化物喔 可以保護內部 比較致密 鐵不一樣 鐵只要一生鏽喔 它等於是像 毛細孔就會打開來 它的生鏽的那個氧化層喔 比較疏鬆 所以氧氣會一直供進去 這樣知道嗎 可以喔 所以鋁稍微記得一下 活性的部分喔 活性 我有沒有抄一個活性給你啊 鋁是大於鐵的 什麼假鈣納梅鋁 我有抄給你是不是 確定有喔 你要背喔 那我們給你分 假鈣納三個人 只要碰到水就會產生精氣 可以 我們給你分三類 沒有分對不對 我們給你分三類 沒有我只抄給你了對不對 可以喔 好 那我幫你分一次 來來來來 因為我看有個題目會考喔 我還是幫你分一下好了 來來來來 欸 上次喔 我是這樣給你分的 假 金屬元素的活性 可以 你們這是要考五六張對不對 你猜喔 哪一張比較重要 六 如果你六有背起來 有七十分左右 你要記得喔 六十是最少啦 大部分都是六十在七十之間 那如果你沒有背熟 你大概會掉個三十分左右 到二十五分 可以喔 不可能都不會嘛 可以喔 阿露米 阿露米 這樣寫嗎 你叫台語叫阿露米 阿露米 阿露米 可以嗎 他其實本來 不是台語喔 他是 不是 他本來英文就是阿露米 這是日本人 他不會唸阿露米 這樣知道嗎 對 可以喔 阿露米 蛤 什麼意思 阿露米 不是不是 日本人舌頭比較短 所以他把所有的音節 全部都帶來第二音節 他說的都是這樣的 你看 像那個 HONDA 是不是這樣子 ROLABA TOLAGU 他全部都是第二音節 其實很多都是第一音節 他唸成第二音節 像那個標誌汽車也是阿 他不是project 他這樣不就 全部都是這樣子的 可以喔 好 精髓學術活性再來喔 假 找一個來背 再來是誰 好 問一下李長柏 李長柏 非常有知情 再來 快多少喔 假概那 美 旅 再來 探 心 個 小 只要我寫字好不好 喜 簽 清 桂 鋼 哼 淫 柏 筋 筋 倫 妳要背起來啊 我們分三大段 妳聽得好 前面三個人是第一類 一直到這裡是第二類 後面的童鱼 Ty forecasting 跟你講一下齁 我們當初拿了兩杯容易 一杯叫水 一杯叫鹽酸 你覺得哪個活性大 鹽酸活性一定是比水大 對不對 我們結果呢 把甲、鈣、鈣這三個人丟水中 它就燃燒起來了 為什麼燃燒 因為它會產生氫氣 所以我們就說了 甲、鈣、鈣這三個人只要碰水就會產生氫氣了 你看這三個人活性有多大 當然掉鹽酸一定也是氫氣 第二類的 美女、心、個、鐵這些東西 丟水沒有反應 你丟鹽酸會產生氫氣 瞳孔、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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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五個人 你丟水跟鹽酸都沒有反應 考試怎麼考你 心碰鹽酸產生什麼氣 氫氣 那碰水產生什麼氣 氫氣 甲碰水 氫氣 甲碰鹽酸 氫氣 瞳 碰鹽酸 沒有氣 沒有氣 聽懂了吧 所以 來 開始 第一大類 咳 咳 可以跟我們的 咳語 水 急 鹽酸 咳 鹽酸怎麼寫啊 H、C、L 這樣知道嗎 水容易 要不要給你注明啊 鹽酸 可以齁 你們大好通原子說啊 等一下幫你們再講一下 這樣知道嗎 可以齁 可跟鹽 水即鹽 即鹽酸反應 產生什麼氣啊 快啊 產生什麼氣 對 產生清晰 飛起來 飛起來 啊 很重要喔 不要幫你補充點別的齁 如果你要考一百分的人 清晰下H2 不會啦 其實第一章已經把最難的都給你了 可以講慢一點吧 還要再慢吧 好 我盡量 可以齁 我盡量把它再慢一點 再慢一點我怕算不完 來 加油 好來第二個 第二大類 美女心 個鐵席籤 這些東西 它能不能跟誰 跟誰反應 可與 鹽酸反應 HCl AQ AQ 代表是什麼狀態 水溶液 可以跟鹽酸反應 產生氫氣 可以跟鹽酸反應 產生氫氣 要背起來喔 但是 不於誰反應 不於誰 反應 可以喔 第三大類 通通通不於水 通通通不於水 及鹽酸反應 不跟水及鹽酸 HCl 反應 這兩個都不反應的 會考喔 等一下再教那個化學四大反應 現在有沒有教元素週期表 有沒有告訴你說週期表 最早的是誰弄出來的 門德烈弗有沒有教 有沒有教你現在的週期表是誰 墨色樂 那我總有跟你講 我們現在週期表是怎麼排的 原子序是誰 其實你不應該講原子序 你要講直子書 用直子的數目來排 一顆是一號兩顆是兩號 才造成的順序 聽懂了吧 所以讓人 我們今天如果要排座位 以體重來分 假設啦 體重最輕的坐前面 他說請問我們現在座位怎麼分 以順序來分 這樣講不對 你要說以體重來分 才造成的順序 這樣知道嗎 你不能說 我們現在座位怎麼分 以順序來分 中文化 以體重 要以體重來分順序 我們現在的週期表是以直子科數來分 所以造成的直子數等於原子序 可以嗎 因為又是電中性 所以變成了我們的電子數 那是你們第四節吧 可以齁 你上次補袋子應該補得很辛苦吧 看不懂 那要不要再重看一下 看你去想睡覺 一定要看懂啊 那一張還蠻重要的啊 沒有啊 都拿很近啊 我都吃進胃裡去了 還好吧 可以齁 來 再來齁 開始齁 你看齁 這第三類的 瞳孔銀箔精 跟眼酸不反應 這個瞳 算是第三類的第一個 不算第二類 所以它的第三類裡面算火星大的 所以瞳我們要特別記它 它不跟眼酸反應 但是要跟硝酸反應 它如果碰到濃硝酸 就會產生二氧化氮 如果是吸硝酸 就是一氧化氮 這個齁 碰到硝酸的反應 在二下才會烤 為了避免你二三會烤 我先教你 可以齁 所以你要記得 什麼 這裡就要拉一條線 如果 是銅 它就是可與 我們的硝酸反應 硝酸的化學是 什麼 啊 NO3 那不是硝酸吧 HNO3 HNO3 NO3是負儀價 那叫硝酸根喔 硝酸根跟硝酸不一樣 硝酸根和硝酸不一樣 要背起來喔 硝酸叫做 HNO3 硝酸 這樣行嗎 你們搬 這個我有交完對不對 這個啊 不知道 知不知道我交在哪裡啊 有嗎 知不知道我交在哪裡啊 我問一下我有沒有交完 確定喔 我們家宿表有沒有交 有一點點 有沒有叫你背 正義正義這三 扶一扶二扶三 有 有 啊你背了嘛 背了 啊有沒有背到硝酸根 好像有 一定有吧 然後我們跟你講啊 去根加H 我沒講 我都沒講 啊我填到哪 填到左邊 一個都沒填 啊你們正義正義這三 背起來沒有 有一點背起來啊 有一點背起來似乎不太妥啊 借我 也有啊 這左邊是你填我填的 你自己填 喔好 你們架數齁 如果沒有背起來齁 你這裡沒辦法填 知道嗎 你們 沒關係我再可以幫你們填 你們這個帶有沒有 另外再給你們一份嘛 對不對 對啊 扣出來給你們 我這樣幫你們填沒有問題 可以齁 好來 沒有帶啊 那可能要自己想一下辦法囉 這一張還蠻重要的 你不要扔掉了 可以齁 好 來看著齁 這裡 銅可以跟硝酸反應 請那張錶的填法齁 最重要最重要是二下才要用 沒數 可以齁 你上一期如果出了一點事 就是沒有背咧 簡單的說是還過得去啊 那你下一期就是寒假開始的第一堂課 你那個如果沒有背就很慘了 可以齁 你自己要先切記齁 好 來看著齁 這個銅齁 雖然可以跟硝酸反應 但是跟兩種硝酸 一種是濃硝酸 一種是蟋硝酸 我們先來看 它如果跟蟋硝酸反應 蟋硝酸 它會產生什麼氣啊 跟蟋硝酸反應 蟋硝酸反應 它會產生 一氧化蛋 一氧化蛋喔 不是碳喔 一氧化蛋 可以齁 要不然這樣好了 今天先不要填那個了 因為學校開始 有沒有發這種類似的表給你們 有 那有填了嗎 你們填了多少個 直接考試喔 有一個化學師 沒關係 你就先稍微背一下 等一下再教你們 再來 濃硝酸 如果跟濃硝酸 又不一樣喔 如果要跟濃硝酸反應的話 它產生的是二氧化蛋 如果跟濃硝酸反應 它產生的 是二氧化蛋 二氧化蛋 兩個氧的 其實其實很好背啦 如果是濃的話 它就多一個O 如果是吸的 它就只有一個O 所以呢 這裡硝酸 看到齁 如果是產生一氧化蛋叫NO 二氧化蛋叫NO2 來 讓你猜 一氧化蛋有沒有顏色 沒有 為什麼沒顏色 因為它是NO 所以沒顏色 二氧化蛋呢 有顏色 為什麼 是吧 對 還記得喔 負負得者 兩倍 NONO 什麼顏色 紅棕色的氣體 請記得 一氧化蛋黴色喔 對 可以嗎 要把它背起來喔 可以齁 好 這是銅的我補充給你囉 好來 再來 第二點 那個鋁的氧化 那鋁的氧化喔 好多好多 要補充你都要背起來喔 這我可以插一下喔 活性也插掉 好 自己要補充喔 這三點超重要 超級重要 可以嗎 超級 可以齁 好 然後再來看喔 那鋁的活性 鋁的活性還蠻大的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沒大 那有沒有拿張紙巢啊 對啊 拿張紙巢起來會比較妥當一點 然後第二個 氧化 還來的氧化 這氧化 鋁的活性比較大喔 欸鋁跟鐵是誰活性大 鋁活性比較大喔 這邊什麼 欸 鋁是幾隻啊 三鋁 三鋁 三鋁答對了喔 所以它會變成L 它是正三鋁 三正 那氧咧 二負 所以我們是不是講過 要把上面變0 對不對 有沒有印象啊 有的很早就教你們囉 這也要兩個 這也要三個 我沒有騙你喔 你們從一開始我就教你們囉 講很多遍啦 你教室表一定要背 你不背 你寫不出來喔 可以喔 你背了 全部背了 你最起碼 以上面的東西你自己去寫一寫喔 可以寫出七成到八成 真的啊 那你沒有背 這個 沒辦法講啊 可以喔 好 再來 第三個 氧化鋁比較致密 可以保護內層 OK的 第四個導熱性好不好 金屬的導熱性都不錯 可以嗎 那鋁的導熱性都排在前幾名裡面 排在前幾名 所以是好的 可以做成碰刃的容器 再來 第五個來 做成太空梳的固體燃料 為什麼 這太空梳啊 它有分固體 氣體液體燃料 可是你進到外太空去之後 因為溫度比較低 液體燃料是不能用的 因為管線中喔 它會凝固 它一旦凝固之後 就不會再流動了 所以我們在那個管線中喔 我們就不用它了 我們用固體燃料 把鋁磨成粉末 因為鋁的活性算很大嘛 甲鈣納鋁 鋁 鋁在前面 把它丟進那個燃燒室裡面去 它瞬間可以爆發出大量的能量 可以喔 這太空梳也可以前進 這樣知道嗎 這是固體燃料 可以喔 你要記得喔 然後再來呢 第六個 地殼中含量最大的金屬元素 我們地殼中的元素 你給我看一下喔 第六點喔 不太一樣喔 地殼中的元素 地殼中的元素 地殼中 它的含量元素 你猜猜看 地殼中 最大的元素是什麼 元素含量最大的 癢 沒錯 你看 地殼中元素含量 最大的其實是癢 你猜為什麼 地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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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殼中的氧氣 不可能啊 地殼中如果都是氧氣 不可能啊 那不是空的嗎 那好感化 好感化 好感化 氧化答對了 很多東西都有氧化 所以大家都有喔 人會氧化啊 細胞就老啊 老了就是氧化啊 所以細胞不停在 新陳代謝 頭髮 頭髮的上面不是細胞啊 這樣知道嗎 那個 那個頭髮的細胞 是在你頭皮上的啊 頭髮上 頭髮會不會細胞分裂啊 越來越粗 新陳代謝 應該不至於啊 會有點可怕啊 對啊 知道嗎 不一樣的 可以喔 地殼中元素含量 第一名是誰 因為大家都有 什麼氧化物 氧化物啊 那你告訴我 地殼中 比較容易以金屬狀態存在的是誰 地殼中 容易以金屬元素的狀態存在的是誰 有一個題目會講出 地殼中 以金屬狀態 以那個元素狀態 最容易存在的是誰 沒有RBC主 請告訴我答案 對 金屬元素的狀態 那是誰 這不會氧化答對了 金啊 其他人都會氧化不會以元素態 都是以化合物態 這樣你知道嗎 這樣懂他怎麼考的 可以啊 要記得啊 所以 養帶於誰 第二名是誰 氏沒錯 氏是什麼啊 沙子裡面都是他 沙子裡面都是他 古時候那個絲綢之路啊 他們在走的時候啊 那個沙漠裡面呢 走的時候走啊 晚上啊 展開顏色後面睡覺啊 天天啊 太陽一出來就很熱嘛 因為沒有水嘛 他在沙的比熱比較小 溫度上升快 今天早上一起來走的時候 他穿穿衣服衣服 哎呀 地上全部都是那個 鑽石 玻璃珠 拿起來 蓋謝老天爺 就拿起來 真神阿拉放在他旁邊的 那拿去賣 那不是鑽石 那是什麼 玻璃 為什麼是玻璃 受熱到對 沙子受熱 它裡就融化 裡面的那個戲就流出來 到了晚上 它就凝固了 就是你現在看的什麼 半導體啊 對不對 就是細晶圓 對 半導體就是細晶圓 為什麼叫半導體 在小的壓力電壓之下 它不會導電的 可是咧 在比較高的電壓下 它就可以導電 也就是說 金屬可導電 非金屬不能導電 當然石墨我們扣除掉 金屬可導電 非金屬不能導電 而戲咧 它的導電能力 剛好介於金屬跟非金屬之間 所以叫半導體 這樣知道嗎 它只有條件下才能導電的 要看你的壓力 可以齁 好 所以這隻細 沙子裡面都是它 第三名是誰 鋁 答對了 細叫SI 鋁叫AL 它考題如果出成 請問 地殼中含量最多的固體元素是誰 你不要打氧喔 要打細喔 請問地殼中含量最多的金屬元素 是誰 鋁 因為其他兩個不是金屬 可以喔 所以這兩個是用名稱的喔 這是含量最多的 最多的固體元素 含量最多的固體元素 你要不要註明一下喔 固體 元素 那鋁呢 它的名稱叫做 含量最多的金屬元素 最多的金屬元素 這樣行嗎 含量最多的金屬元素 你這次考試最怕什麼課 這次考試你最怕什麼課 國魂啦 國魂啦 我跟妳講喔 那我要先提醒妳一下喔 如果說喔 這次段考你覺得理化很難 假設有的人 他覺得理化很難 你下一期會想哭 真的 你記不記得你剛開始學密度的時候 唉唷好難喔 有很多學密度很難欸 你現在回去看 你會覺得密度是最簡單的 質量也簡單啊 就是前面的簡單測量啊 密度啊 空氣的組成有沒有 你現在正回去看 你會覺得 其實聲音跟光也是簡單的 簡單啦 你到下學期更難 你到三年級 趕快眼淚流出來了 真的 高中 不是不是不是 我現在跟你講喔 你高中的物理化學好不好 純粹看你國二國三怎麼學 這樣不好 這樣不好 剛教啊 來 沒事 好啦 這樣 說我很張 每次學都會講 為什麼考不好 不是 因為你剛教 他沒讀 所以考不好 很無聊啦 那個 我跟你講喔 看你國二國三 打的底 是怎麼樣 這就見仁見智啦 你說老師 那打的底 跟誰有關 跟你的老師有關 每個老師不一樣 就是 這些東西大家都會教 可是教的方法不一樣 有人就是 有老師是 背 沒什麼話說 背 一直背過去 啊 當然啦 那個三年級的 跟你的數學程度有點關係 你數學程度要稍微好一點喔 不然你國三就 國三幾乎都是純物理的部分啦 國二都是化學的部分 有掺雜一些物理 國三呢 純物理 有掺雜一些化學 所以如果你的數學不太好 你要趕快加油 你的國三 國三是幾乎都物理 物理要算 算的話會有邏輯概念 背的現在 這都是背的啊 這都是化學啊 化學幾乎都是背的啊 我只是先跟你講一下啊 只有越來越難 沒有越來越簡單啊 那你如果國二國三 你理話聽得多 你不要管那個考試只考這樣 你把範圍拉廣一點 你上高中會非常輕鬆 而且你又是 十二年國教嘛 對不對 一定有書讀 不要怕 可以齁 你看今天報紙有燈啊 那個大學學位都可以用買的啊 對不對 對啊 他學美容啊 就拿到的都是資訊工程的啊 對對對 所以加油 一定有大學讀 你要好好加油 可以齁 好 什麼大學啊 反正就 很奇怪的大學 實力的在台南 好 再來 第七個 密度小 大概只有鐵的三分之一 沒什麼好講的 背 它的合金可以做什麼 什麼叫合金 就是金屬混合 鋁美合金啊 散熱比較強 所以你買電腦的時候要買什麼 它的外殼後面是金屬的 散熱會好 手機也是一樣 如果你買的手機是塑膠殼的 其實一定比較便宜 塑膠殼 對對對 這 我看 塑膠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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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有的以前的 就純金屬的 知道嗎 很重 很重 不會你用鋁做的話 就不會重了 可是問題是 成本比較高啊 可是散熱會比較好 就像你買電腦 有沒有買過筆電啊 沒有 家裡有筆電的人 你可以知道 如果有買的 塑膠殼的 跟整片子 就是後面是金屬的 差很多 而且價錢 算是很快以外 價錢也差很多 可以喔 我有第一代的iPhone 第一代iPhone 就是金屬殼 我第一代iPhone怎麼做 等一下我先講個題外話 很多不知道有第一代iPhone的 有啊 像你們還知道 我在跟你們講 哪有第一代iPhone iPhone直接就是3GS什麼 蛤 那沒有 iPhone iPhone 沒有沒有 iPhone它第一代 不叫iPhone1 就叫iPhone而已 我有第一代啊 我有測試過啊 拿起來摔啊 我摔了三次才爛 測試啊 測試啊 對啊 就這樣用力砸 三次 三次 我就用力這樣砸 砸三次 踩你的腳 整個時候就想測試 整個時候想測試 其他手機這樣很衰嗎 叫他一下 哎呀 你說壓那什麼 拿車子壓喔 就是 我告訴你 我拿手用力這樣砸 就是等於是你這樣子 像助跑一樣 用力這樣砸 然後就砸牆壁三次 三次才爆開 蛤 我直接砸那種硬地板啦 對 不是什麼木頭界 就直接那種水泥的那種 那種 拋光石印在用力這樣砸 三次才解體 三次才解體 我要拿起來把裡面全部擺開 這螢幕都爛了啊 三次 真的三次 我沒有騙 那時候 那屍體還在我家 對啊 可是後來都不好了 iPhone 2 iPhone 3 iPhone 4 它都是塑膠殼 你知道嗎 所以導熱就比較差 所以 價錢才降下來啊 第一代我去美國拿 那台灣沒有上市嘛 美國拿 要多少錢啊 美國拿也要大概一萬八左右 一萬八千多耶 沒有比現在貴 因為以前才4G才2G耶 你現在都是16G 32G 64G耶 差很多耶 而且你要想 五年前的 一萬八 跟現在的一萬八 是不一樣的錢啊 差很多 而且你要想喔 你是進來台灣 價錢升高了 我是在美國當地買 美國當地買已經比較便宜嘛 沒有沒有沒有 台灣 不會索機 真的不會 我拿回來用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是可以拿回來這邊用的 因為台灣沒有上市啊 把他拿回來 那時候只要你把他卡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是 他的卡跟他不一樣 你要 那時候不是小卡 那個時候是什麼卡 那時候好像卡是要修就對了啦 要修剪 修完了之後咧 現在的愛式卡更小 再修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講就對了 他那時候手機是可以用的 沒有通勤協定 通勤協定跟那個沒有關係 通勤協定是你進來之後 他的電磁波頻率啊什麼啊 要符合那個標準 可以吧 除非你在那邊是用綁約的 綁約的話咧 你居然手機 我們都是買空機啊 空機沒有這個問題 就像有很多人會帶水貨嘛 去香港帶 一樣的意思 可是人家帶進來 就要賺你個八千一萬啊 就會覺得價錢很高 從美國帶回來 台灣一支好像也是四萬多塊 那個時候 我們自己去買大概差不多兩萬 沒有現在手機反正他也給你算好了嗎 你用兩年就都壞了 用兩年沒有問題吧 比如說 那不是home鍵也會壞掉 接觸不良 蛤 這種不一樣 這種不一樣 我跟你講喔 只要越是那一種 就是功能越單純的都用越久 功能越多 功能越多的 用的越快 對 速度大 對對 那怎麼用都不會壞 那怎麼亂起來摔 對對對 銀髮摔 怎麼摔都不會爛 那怎麼用都用不壞 你想換一支還沒得壞 為什麼 因為它不會爛 它那個螢幕壞掉比較好修 對比較好就換一邊那個板子就好 對 不像你這個螢幕一爛 哇塞 那就麻煩 因為你上面都是觸摸式 對啊 所以 所以手機啊 越先進啊 越不好用 回來 開始看喔 第八個 飛機外殼也是鋁 你知道嗎 比較輕比較好飛 第八個 拱 拱叫HG 唯一的一臺金屬 可以嗎 好再來 這個拱活性小 不能給氧氣反應 我們剛剛有寫啊 銅鞅銀箔金 拱是不是到此第三個 對不對 好 我跟妳講一下喔 我們剛剛的活性裡面 銅鞅銀箔金 請記得下一集會叫 箔跟金 箔跟金 箔跟金這兩個東西 硫酸也不能跟它反應 這樣知道嗎 所以箔跟金這兩個東西 我們必須要找另外一種把它融掉 叫做喔 網水 網水 能夠融掉箔跟金 一硝三鹽 一硝三鹽 一份硝酸三份鹽酸 它的口訣叫做一硝三元 對我講過 那我跟妳講喔 那個網水喔 他當時 我有講過故事嗎 有喔 對 因為我們把那個獎牌融掉 可以喔 那都沒有獎牌融掉 對對對 之前人家拿來殺人嘛 我跟你講嘛 我們台灣也跟女人拿來殺人嘛 情敵也潑死了 放出來了 對啊 當英文老師 對對對 你只要不要跟他彈感情就沒事了 你就劈腿吧 嗯 好 有沒有不喜歡要他 聽說那時候好像有疏傷要他 我也搞不像普希伯也要他 知名度 知名 沒關係 不論是好新聞還是壞新聞 只要是新聞 就是好事 蛤 你可以上去哭啊 沒有這回事喔 被誤賴了 不是也是個新聞嗎 對不對 可以齁 好 來 繼續來 拱跟氧氣還是會反應的喔 你看齁 拱跟氧氣還是會反應的喔 拱跟氧氣還是會反應的喔 HG 跟氧氣O2反應 大家問一下拱的架數多少 正2 沒錯 他叫HGO 這叫氧化拱 請記得氧化拱是紅色的 暗紅色 他是紅色的 可以嗎 他是紅色的要記得 曾經有一個人叫普利勢力 對 對 對 好 其實這個東西喔 本來不應該在這邊講 因為 他要去講到壓力的實驗才能講 可是沒辦法 考人數考在前面 我們只要先把他講 普利勢力 這翻譯字隨便你啦 普利 或叫普利勢力 反正這翻譯字隨便你啦 可以喔 他做什麼實驗 你看齁 他拿了一根中指 喔不是啦 是一根玻璃管 拿一根中指 做實驗 做實驗 好啦 做了一個實驗 裡面都是水銀 HG 然後咧 這個水銀齁 在這裡的時候 上面有一點點的 那個那個那個 生鏽的狗 牠做了一件事 這裡面是真空的喔 真空的 這高度 有76公分 76公分 認真的 認真的 真的 因為這實驗本來是 脫離切立的實驗 測出壓力的 我現在沒辦法給你解釋為什麼 然後下一集叫我壓力就可以講 總之這裡有76公分 這也是真空 然後接下來 他用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叫做 太陽 不是啦 他用了一個凸透鏡啦 太陽都來了啦 對 這是氧化狗 然後拿一個凸透鏡 讓陽光照射 欸 凸透鏡是會使陽光匯聚 經過中心的直接走 旁邊的是會匯聚 旁邊的是匯聚 結果咧 這樣子一匯聚啊 就造成這裡 氧化狗分解了 當時其實沒有氧氣這個概念知道吧 氧化狗分解了 結果氧氣又產生了 就等於這個實驗 倒回去 它是可逆反應 可以倒回去加熱 就可以分解成氧氣跟我們的狗 你由此是不是可以知道 氧化孔這個東西化學 化合物 可以用普通的化學反應 加以分離 加熱就是普通的化學反應 電解通電也是普通化學反應 這樣你想得出來都是普通化學反應 然後回來 這個人把一加熱 它氧氣會上來 那個時候不知道氧氣這個東西 這樣知道嗎 反正總之氣體上來之後 因為有氣體 你就把氣體當成是一個人 這人是有重量的嗎 沒有氣體就有重量嘛 其實是有壓力 然後造成這個水銀柱 這個水銀柱掉下來 高度減少 高度減少 聽懂了吧 當然老師高度減少要怎麼樣 有 當時的人以為他抽出了一種東西叫燃素 其實沒有這個東西 燃素 以前那裡有一種學說叫做燃素說 這個燃素說大概影響了人 大概我們的世界大概影響了七八十年 因為這是錯的 所以造成化學一直停滯不前 什麼意思 他說 可燃燒的物質 它都有兩個成分 一個成分叫燃素 一個成分叫灰 稱為叫灰質 可以嗎 拿一個木炭 10克的木炭 你燒 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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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 我們在想 剛剛那個過程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反應 欸 燒到過程中 是不是有熱 熱熱的 那熱就是質量了啦 跑掉了 不然你剛說剛剛過程有什麼 不就是熱嗎 不然為什麼質量減少了 質量要守恆啊 那質量為什麼不見了 你現在當然知道是被二氧化蛋跑掉 以前沒有這個概念啊 他不知道氧氣 那時候不知道氧氣 就配合他 熱直說 熱量是一種質量 哇 超完美 你知道嗎 對啊 影響大概70年化學一直停滯不前 之後物理再進步 熱是一種質量 老師 那燃樹怎麼燃 你看著喔 他把一個木炭再來一次 時刻 燒 燒到一半 拿一個箱子 透明箱子 罩住它 它在燒 罩住一會兒之後它燒 是不是就熄滅了 你現在大家知道 因為是氧氣不足對不對 熄滅了 聖半截 把箱子拿起來 重新點火 又燒了 這沒什麼 其實燃樹還在裡面 那剛剛為什麼不能燒了 因為燃樹跟水蒸氣一樣 它會釋放到空氣中 你看箱子罩著它 它就釋放到空氣中 因為是密閉的 所以空氣中已經滿了 滿了就是不能釋放 不能釋放它就不能燒了 所以燒其實是把燃樹釋放到空氣中去 完美啊 不然你解釋剛剛幹什麼不能燒 因為燃燒就是把燃樹釋放到空氣中去 所以你說嘛 可燃燒的物質是不是有兩個成分 一個叫燃樹 一個叫灰質 很完美 這樣一路當下 可是有的東西燒起來是會變重的 就是銅 你一燒 會變氧化銅 氧是黏上去嘛 對不對 身體就變重 為什麼 你解釋啊 不是嗎 空氣中 有沒有想辦法 我告訴你 因為燃樹有負的質量 最變整個重 真的啊 這兩個一搭配 我的媽 無解 知道嗎 超完美啊 所以啊 它的時候一照 有 這東西下來了 它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拿去噴什麼東西 哇 它覺得它抽出了什麼 然後它對著燃燒的蠟燭一噴 哇塞 燃燒的蠟燭 火會非常旺盛 它知道了 它這裡一照 它覺得它抽出了燃樹啊 很厲害 它終於找到了燃樹這個東西了 當然不是燃樹啊 另外一個人叫拉瓦傑 它也做了這個實驗 它咧 認為它抽出的不是燃樹 它往另外一個方面思考 應該是一種新的氣體 而這個氣體是燃燒的時候是結合 不是燃燒的時候物質釋放出燃樹 所以氧氣的命名 是拉瓦傑所命名的 所以啊 同樣的實驗 為什麼啊 每次都有什麼科學周刊啊 你有很多實驗 你做出來要這個結論 你再做一次 你得到結論 雖然結果一樣 但你想法不見得會一樣 所以學校才會叫你們 一直做實驗 一直做一直做 也許沒比你做出來之後 跟人家不一樣 對啊 因為怕很危險嘛 大家看 不知道 被禁喔 為什麼啊 太吵 這實驗要嚴謹 也很危險 這不太可能 哈哈哈哈哈哈 福利四列學說這樣OK嗎 有的莫妮卡會考 上面什麼顏色 紅色 欸什麼 也是氧化孔 暗紅色 氧化孔原本啊 還沒照光之前 上面是真空的 沒有 你是一開始找的就是氧化孔 對 一開始找的 這個柱子吼 要放下去還有訣竅 你知道嗎 有 有差 對對對 不要 你只要快速翻轉 它一開始是灌得滿滿的 然後把這個柱子 卡 放下去 滿的 接下來就 掉下來了 從滿的掉下來 這裡已經真空吧 沒錯 所以確定上面真空 那實驗是很有趣的 因為這實驗要講的壓力 我暫時先跳過 好 下一集我再講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來再來 所以啊 我們繼續來看 那個第三點 熔點最低的金屬元素 沒什麼好講的 記起來 行嗎 行齁 再來第四個 背點高 脹縮均勻 沒有問題可以做成我們的溫度器 這之前講過了背 日光燈內 有微量的拱塵器 這你要背 日光燈裡面是有拱塵器的 一通電之後呢 就可以發出我們的光線 然後再把內層的玻璃 塗上一層螢光物質 讓這光線透出來的時候 類似紫外線 這樣聽懂了吧 可以齁 所以女生如果在這種燈光照底下照 照久了都 皮膚會變比較黑 皮膚變比較黑 甚至暗眠女生是不在這種燈光底下做事的 在黃燈 你說外面你有光燈嗎 蛤 對 你們要上課沒辦法 反正你現在年輕啊 白沒有關係 一白則三醜 反正你又不醜嘛 對不對 可以齁 你有沒有看過黑人 黑人全都黑的 還有 他的腳 腳底板是白的 還有腳背可能也是白的 這個手這個也是白的 所以黑人最怕吃什麼 巧克力 咬子是什麼 好 好啦 哼哼哼哼哼 第六個 好 我很煩 拱雞雞的化合物都有毒 可以嗎 第六個 第五個 拱跟他的化合物都有毒 可以齁 沒有問題 古時候有一種刑法叫什麼 剝皮 對不對 腦袋 什麼奶子 不是腦袋 不是腦袋 對對對 清朝吧 我也不曉得哪一朝 明朝以前 明朝以前嗎 明啊 明啊 我不曉得 明清朝 他就不是掛他腦袋裡 他把頭皮啊 輕輕的刮一刀 你有吃過雞肉嗎 我講過 不要再聽了 我講過就算了 來來來 好 請看VCR 好不好 好 請看VCR 來 那狗竟然有毒啊 如果撒在桌上 我們要怎麼 要怎麼把他回收 先跑 哇賽 留給別人是不是 這樣 福島 福島四十勇士 你們去搜 反正你們都有些輻射線 我跟妳講 烏龜 烏龜跟兔子 比賽 誰先跑回家 誰贏了 烏龜 烏龜 好 不錯 回去 好 來來來回來 好 再來 第六個 那個他撒出來怎麼辦 第一個 是不是先跑啊 那這個液態不可能掃起來嘛對不對 幹嘛 真空法吸取 什麼叫真空法 這吸塵器好不好 這吸塵器 第二個 第二個呢 液體不好吸嘛 怎麼辦呢 還有第二種方法 撒上什麼 柳粉或鮮粉 它會結合變硬化 再拿吸塵器真空發吸去 蛤 等個幾天吧 不會掛 你不要吸進去就好了啊 李華老師為什麼發言人燒 真是的 你會這樣吸起來 你知道青石皇的墳墓裡面 都是拱 為什麼他做拱 我跟妳講過嘛 不是 傳說中在他記載上這樣子 他是我們這個 中國那個 第一個統一全中國的人吧 所以叫做史皇帝 史 not a shit 意思 跟斯達 對啊 史就是第一個啊 那史皇帝 所以呢 他在他的墓裡面 在他的地上 柯了 柯了一幅 這個中國的版圖 地圖 他的成就 他認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後面不可能有人在超過他了 對 他是這樣寫 然後這樣弄下來之後 地圖柯 地圖是不是有 那個 這個三川百月 這什麼 黃河 長江很多河嘛對不對 那你如果把河道弄出來之後 這副地圖畫在地上 真的磕出來就凹凸凸凸那一種 然後你磕出那個河之後 你不可能裝水嘛 水會蒸拔嘛 他決定裝水銀 水銀就比較不容易 不容易跑掉嘛 那在那時候水銀 很早就有水銀了 然後 那個地上都是水銀 就是那種河的樣子都是灌水銀 那久了自然會蒸八 所以你要進到秦始皇的墳墓裡面去 我們估計應該是有很多水銀蒸氣在裡面 這麼多年了嘛 到現在還沒有開挖成功 你知道嗎 不是誰敢挖 是中國大陸不准你挖 它每個多少人叫挖 因為你知道它裡面是密閉式的 很多東西啊 像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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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不是那個人那個樣子叫什麼 冰馬俑 冰馬俑 你知道冰馬俑 冰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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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搬出來是有顏色的 知道嗎 它有上釉 它一出來之後 一個小時馬上氧化就變 骨色了 氧化了 暗掉了 它本來上面都是有上釉的 不是 它只是因為裡面氧氣不過對 所以你現在保存技術不夠 它不准你挖 這樣知道嗎 你看美國幾年幾年 它只准你挖一部分一部分 所以慢慢挖一挖 等到你技術逐漸進步之後 萬一有很好的畫怎麼辦 比如說 比如說有些什麼 什麼那種圖畫啊 書冊啊 你納出來 變灰了 這脆掉就沒了啊 沒有良好的保存技術啊 不是枕孔 那種是 溫度濕度這種 都會影響的 知道嗎 很多細菌在裡面 它只是暫停它的功能 等到你一獲到大量氧氣 它就會開始又恢復它的功能 腐蝕那些輸測啊 什麼都是有可能的 這樣知道嗎 可以喔 雖然不准你開挖 每過多久咱開挖一點點 可以齁 好繼續 第二點我講完 第七點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氧氣 這樣行嗎 可以齁 這普利勢力的實驗 第七點 可以齁 好再來 沒有問題了喔 銅 銅 不是銅 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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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金屬 這個太空材質 鈦白色的金屬 鈦灰色的保護膜 不再被腐蝕 直輕 太熱了是不是 還好 怎麼一直刪 很無聊 很早說嘛 等一下下課的時候用力刪 這不會無聊 第二個直輕 你不怕太可以做成 那以前是航空材料 就太空 航空 航空 航空材料就是太空所在用的 太太金屬喔 我們就稱為它記憶金屬 你知道有些眼睛是這種太做的 它那個眼睛那個尾巴這樣 放手 就回來了 有沒有看到這種眼睛嗎 就是它尾巴就是這一根這邊 也有些也可以這樣可以 看你的純度有多少 如果你很純的話百分之百 它那個眼睛除了可以這樣 它的尾巴這邊可以 放手可以回來 那叫記憶金屬 它可以恢復原狀 這樣知道嗎 所以太以前是很貴的 現在便宜 都拿來做你的眼鏡 但是純太的眼鏡 那可以凹的一定會比較貴 一個金光可能就是三千五千六千 你不能凹太嚴重 你一定要把那個對直 讓它壓著它 那是回不來的啊 我所謂記憶金屬是它大概會恢復原狀 大概 不會凹斷 因為你硬要凹它就沒辦法 這樣知道嗎 但是總比你那種塑膠框的那種好 或是普通金屬 你一凹是不是就 一壓就變形了嘛 這樣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眼睛是不能壓到的嘛 它一壓到角度不對 所以就影響你的失靈越帶就越深 知道這回事嗎 我看學生都不知道 那男生一打球 啪眼鏡掉再拿起來 自己在那邊凹一凹 不是不能戴人家 是自己的也是 它的角度只要一不對 你的近視就會加深 所以戴隱形眼鏡 雖然會傷眼角磨什麼 但是比較不會加深 因為它跟眼睛之間距離是0 你這個眼鏡跟你的眼睛之間是有距離的 這因為傾斜角度不同 眼鏡上面只有一點是準的你知道嗎 眼鏡上面只有一點是準的 你不信喔 來一下戴眼鏡的同學 你這樣子喔 你頭不要動喔 這樣看旁邊 你用眼睛看鏡子旁邊 你會覺得頭很混 就是眼鏡齁 你要看旁邊的時候 你頭不要動 你用眼睛去動 去看鏡子的旁邊 全部的鏡片嗎 看鏡片的旁邊 你會覺得 看起來的遠近還有大小是不舒服的 對對對 它上面只有一點是對的 叫調中心點 阿 耳控鏡片 阿 什麼鏡片 阿 基本上應該是不會 它還是只有一點是準 我們焦點就一點而已阿 這不可能有很多點阿 我們學過鏡子都知道吧 所以如果你是 所以你看阿 戴眼鏡的 為什麼眼睛會比較眉神 我自己也有近視阿 不信你跟他講阿 你現在看戴眼鏡的 像你叫他 喂 他的臉怎麼樣 蛤 他是用頭來轉動 他是做什麼都是頭在轉 但是我們如果沒有戴眼鏡的 你叫嘛 喂 幹嘛 眼睛會動 這樣聽懂了吧 沒有阿 轉眼睛 轉眼睛是好事 所以 媽媽都會說你戴眼鏡的人阿 盡量脫下來休息眼睛轉一轉 你眼睛 眼睛逐漸會僵化 我講的是真的 可以喔 好 來 再來 下一個 好 這個碳 銀白色的金屬 在空氣中會形成銀灰色的保護層 不再被腐蝕 這沒有問題齁 好 鈦 能夠以金屬阿 這個形成鈦合金 沒問題的 二氧化鈦是白色 又叫鈦白粉 就是你的立可白上面的成分 這樣知道嗎 立可白打開後面看就是鈦白粉 鈦白粉跟這個鈦白粉不一樣 可以嗎 好 對 什麼講完其實 上面阿 上面有很多種融劑去稀釋它 可以齁 好 因為那個融劑不是你應該聞的融劑 可以齁 好 第四個 植牙會使用鈦核心的原料 這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做那個套子耶 就是那個牙套 就是 裝個金屬殼上去的 可以齁 那是用什麼 或是填補牙齒用什麼 填補牙齒 不是銀粉 銀粉跟水銀的合金 這樣知道嗎 拱水銀跟銀 他們的合金 叫拱旗 對不對 填在牙齒裡面 下面沒有用 我跟你講過都用 樹脂類的 白色的 你這樣比較 絕對比較 好看 笑起來不會都是銀色的 可以齁 好 好 再來 我們翻到第十五頁囉 我只要把劉交完就結束 輕鬆了 我們就 悶得戀佛 說就比較簡單啊 應該十七頁 三行就結束了 沒有啦 我交到這裡 你課本上的我幾乎都交了 問題是 我後面有一個化學四大反應 我不曉得該不會教你 那本來應該是下學期會比較好 這次考試不會考 可是 如果你要考直右班或什麼樣 那個東西還蠻重要的 好 那等一下我教神把耳朵蒙起來 這樣知道嗎 可以齁 好 再來 系 第二個 沒什麼要講 被SIO2 SIO2 細菁緣答對了 SIO2 今天少來一個女孩子喔 後面就高高的 妹妹 她幫她去喔 有沒有打給她 你不是麻吉 蛤 後面是姐姐啊 前面是妹妹啊 我每次都分不出來 好 好 好 來 CSI 應該沒有人分得出來吧 看眼鏡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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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我知道 可是我從來不知道誰是姐姐啊 我每次都沒戲 好 我會努力計起來 為什麼分出來他們兩個 這問得很好 因為一個是坐著 一個是站著 小便 我居然知道 我也覺得很納悶啦 好 我會戲著啊 往左偏的是姐姐 往右偏的是妹妹 之前兩個都一樣 好 好 來看一下 姐姐比較瘦 妹妹比較 什麼胖 講什麼 服 蛤 我才記得 反正現在不會變嘛 往左是姐姐 往左是姐姐 來 開始 看著喔 SiO2二氧化系 要把它寫起來喔 作為電晶體的材料 沒問題喔 存在在沙粒裡面 被 沒什麼話講的 第三個 細微地殼中含量最多的固體元素 被 剛剛有講過了 再來 氮 氮氣怎麼寫N2 氮是元素 活性小 不容易給氧氣反應 空氣中的氮氣 其實活性是小的 這樣你知道嗎 行喔 手機要收起來 要被抓到要沒收喔 好來 然後呢 氮高溫時會給氧氣反應 高溫 什麼叫高溫 溫度很高 什麼情況下會反應 汽車引擎 汽車引擎 汽車引擎要燒油 要燒油的話 它叫引進氧氣 哪裡氧氣最多 我給你自己裝個氧氣瓶上去吧 空氣 對 可是你空氣吸進去的時候 其實連氮氣都會吸進去 而氮氣跟氧氣本身是不會去反應的 可是氮氣 氮氣要下去的時候 引擎中是高溫啦 甚至說上千度 就氮氣跟氧氣一結合 就形成氮的氧化物 從排氣管放出來 就變成空氣污染 所以空氣污染 汽車最多的污染是什麼氣 不要再舔二氧化炭了 拜託啊 氮的氧化物 不是氮氣啊 氮的氧化物 有什麼 一氧化氮 什麼顏色 二氧化氮 紅棕色 還有氧化亞氮 還有四氧化二氮 都是無色 只有二氧化氮有顏色 可以喔 可以喔 行喔 好 上面都列給你了對不對 好 這沒問題這是氮 高溫時 這沒有問題 汽機車 保證品 汽機車 排放的廢氣 所以我們那個裡面 就會有個東西 就是排氣管裡面有個東西 叫促煤 可以把這些廢氣 轉成正常的氮氣 跟水蒸氣排掉 有沒有 汽機車排放 的廢氣 主要是什麼 有氮氣 空氣中就很多氮氣了 氮氣怎麼叫廢氣 氮的氧化物 不要再講二氧化炭了啦 二氧化氮或一氧化氮 或者是氧化亞氮 或者是氮氧化二氮 總之氮跟氧在一起 叫氮的氧化物 蛤 等一下等一下 你再講一次 非常好當然是錯的 因為是 因為 你知道嗎 最多的其實什麼 甲烷這種 溫室氣體喔 不是只有二氧化炭 水蒸氣 甲烷 甲烷更嚴重 噴霧裡面那個 對啊 那是破壞臭氧層 哪有大家說 是你們在說吧 大家都知道不是啊 他講錯了 哪有 是甲烷氣 還有 影響最嚴重的是誰 你說那個噴那個不是 是 飛機 因為飛機它要飛在 對流程、平流程 它要飛在平流程 平流程那邊剛好就是 就是那邊 附近就是我們的臭氧層 它是直接把那些東西排放在那 我們平常在地上排放是慢慢上去 在上去的過程中都會分減掉 只是少部分上去 飛機是直接排放在臭氧層那邊 不行 因為大氣層分層 四層 對流程 為什麼叫對流 因為它的氣體是上下在流 才會有天氣 水上去會凝結成小水之一 所以所有的天候都是在這一層 所以飛機不能飛這一層 它飛在上面這一層 這層叫平流程 它的氣流是水平的在流 所以你坐過飛機你都知道 它是飛在雲上面 有沒有 直升機不會飛在雲上 因為直升機的門沒有關起來 用嗎 直升機螺旋槳的上不去那麼高 要噴射那一種 直升機的目的不是為了載人走長程嗎 它只是要到一個短程的地方 隨時停比較方便 用途不一樣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飛機必須要飛在這一層 沒有辦法 你飛這一層 你隨時遇到閃電或什麼會有掉下來的危險 對啊 很多那個雲層它有帶電的啊 不知道雲層為什麼會打呢 飛機沒有危險 什麼意思 飛機也有危險 但是比汽車安全 當然啊 以視視率來看 汽車是比較危險 為什麼 就統計而已啊 沒有為什麼 就是因為 汽車死掉的人 是比因為飛機死掉的人要多的 不是 是汽車都一定都會出車禍 可是飛機比較不容易出事 只是飛機一出事幾乎是一定死 不會活 掉到海裡也是死啊 一定死的 都不會 飛機要飛幾萬個子掉下來 那海面是跟水泥地一樣硬的啊 逼死無疑啊 還有第二件事情 在你掉下來的過程中 老師我們不要降調 我們不要降調 我們用直的調擦下去 我告訴你 在掉下來的過程中你就昏了 昏迷 因為你人體能承受的 那個重力加速度的值 戰鬥機的飛行員要訓練到10G 就是10G左右啦 你要去控制 然後呢 你咧 大概承受到4、5G、5、6G 你可能就要抓起來 舉例嘛 你去怎麼訓練啊 就是一個轉的 一直用旅行力這樣子轉 對 沒錯 NASA一直轉的 那你也做過那種 你有沒有聽過啊 G5 它倒回來的 5G 5倍的重力加速度值 聽懂了吧 你做G5的時候 你可能才幾秒 你心臟就要蹦出來 像在掉下來 給你掉個2、30秒好不好 1分鐘 你覺得你不會混過去 空中這樣一直飛 穿著鳥裝 然後穿著鳥裝 哎呀 你要聽懂 飛得快 跟掉下來是兩馬子似 知道嗎 不是 他是 他是有穿服裝的啊 服裝會減速啊 那手張開 你說上次飛越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 山洞峽谷 不一樣啊 他不是掉下來啊 他是自己控制高度 知道吧 快要昏了 哎呀 手張開就有浮上去 那如果你是自己從上面掉下來 手張開有用嗎 你這樣爬也不會起來啊 除非你有浮 這樣知道嗎 你就可以增加一點 對 你就可以增加一點 那都不可能吧 你知道嗎 蝴蝶袖子啊 蝴蝶袖子啊 怎麼可能呢 你就算有雞翅 你都爬不起來好不好 是啊 啊 啊 高空欸 誰活的啊 應該是掉下來的 你這樣有先活的 你要 拿出 拿出 拿出證據出來啊 高空 掉下來怎麼會活啊 你說破降 我沒話講 本來就只有沒多高 對不對 通常 上次有一次就在上面就分解了 金屬疲勞 啪 坐著 拿來 七就 然後 裂成兩半 因為壓力的關係 然後上面皮都開了 然後聽著齁 你大概兩秒就死 一秒兩秒就死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是氧氣 外面零下五十度 你在裡面是二十五度 二十七度 瞬間 心臟的血管就阻塞了 知道嗎 不過是沒有自己的死地 怎麼笑著死地啊 是 完全不知道 就掛了 安翔 安翔的死 對 然後掉下來海上撈到 每一具屍體都跟爛泥巴一樣 全山骨頭碎啦 你掉到海面上 剛才講海面上 然後這海是軟的 你從這麼高掉下來 你覺得海有多軟 超硬 不然你下次到用詞 你跳水這樣 跳水就這樣跳 你自己試試看吧 才這麼高你就覺得痛死 你覺得從上面掉下來 骨頭會不碎嗎 跟爛泥巴一樣 可是他臉上表情是安翔的 但是上面就是啊 這跟心臟病一樣啊 心血管阻塞啊 什麼冠狀動脈 什麼硬化啊 就差不多心臟麻痺一樣 就掛了 所以不會有太多煩難 你不要怕 可以喔 好來 再來再來再來 蛋的氧化物要被 一氧化蛋包寫個化學室 來寫 NO 二氧化蛋寫個化學室 叫做NO2 四氧化二氧 什麼樣的廢氣 等一下還沒寫完 會不會一直講到那邊寫 新生排放的廢氣 主要為 蛋的氧化物 直升機的聲音比較大聲 這話 不太能接受耶 你要看是誰聽啊 你在現場還是電影啊 這樣知道嗎 喔 那你有沒有 你到底有沒有看過 飛機從你頭上飛過去的感覺 真的嗎 那個比直升機大到多少倍 你如果去那個機場旁邊 那個那個民生 那個民權動物那邊有沒有 不是看那個停機瓶那邊 你就覺得要崩潰了 真的 你看住在那邊的人 總共不崩潰 對啊 我上去那邊看車子 就看到 然後就覺得想要殺人了 真的很大聲 他從你底下這樣起飛上去啊 嚇死人 所以那邊都有補貼 你不知道嗎 就補貼很多錢啊 坐在那邊啊 就沒錢才會住那邊 沒有辦法 可以齁 因為大部分都是一些 工廠啦 店面啦 要住那邊齁 大概都是搬不走的 不然很可怕 你不聽都不行啊 這個聲音真的很吵啊 可以齁 再來 下面 一氧化二丹 我們該選 一氧化丹 二氧化丹 四氧化二丹 氧化亞丹 你主著 N fu 我寫錯 jesteśmy 一氧化丹 二氧化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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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氧化 это during negative 5歐 可以喔 來第三個蛋 當然是氨基酸的組成 氨基酸是構成蛋白質的單體 可以喔 氨基酸是構成蛋白質的嗎 所以蛋嘛 蛋蛋 蛋就是蛋白質 可以喔 第四個蛋可作為硝酸 是黃色炸藥 黃色炸藥 蛤 氧化蛋 氧化蛋 一氧化蛋二氧化蛋 氨氣啊不一樣 來做明一下 氨氣 叫NH3 這什麼啊就是喔 你叫有沒有養寵物 沒有 沒有 如果養寵物的話 人家小便在報紙上 重複了小便好幾次 然後把它放了一個禮拜 你不要去動它 然後你再去 等它乾的時候 那報紙拿來我就 媽呀 有一個很刺鼻的味道 不是 不是 它是 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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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哈勃法醫 鐵粉 或者是氧化鐵粉 然後在高溫高壓 400度C 以上 還有 200個大氣壓力以上 ATM以上 它就會形成我們的安氣 答對了 大寫才是提款機 消息也不是提款機 200個提款機 答對了 大寫才是提款機啊 可以喔 然後這裡就會變成安氣 這叫哈伯法治安 對 哈伯 哈伯 那是哈伯 哈伯 治安 安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提神 還有 做成 食物的 養分 肥料 因為 植物生長都需要三種肥料 淡肥 鎖肥 淋肥 分別是根精液 聽懂了嗎 對 根精液 蛋肥啊 假肥啊 淋肥 所以它需要蛋 有蛋白質嗎 蛤 這樣有沒有問題 你也可以當提神型男 去實驗室問問看 它具有刺鼻性臭味 你知道什麼叫刺鼻性嗎 如果 等一下有同學喔 他想要拉肚子 他去廁所拉肚子 你咧 他拉完之後你叫不要沖水 你就去聞 好臭 跟那個臭不一樣 這個刺鼻性就像拿著兩根牙籤 從鼻口用力插進去那種感覺 對 刺鼻性 在運動廠商 你們都要去聞聞看 運動廠商要提神型 運動員 可能 打到頭昏腦上精神不好的時候 比如說像打足球的時候 打足球你也知道 打足球就是打人嘛 對不對 整個跑過去就伸腳把他扮倒 對不對 然後打到打架一樣嘛 然後混了之後拿那個給他聞一下 一聞 哇靠 就醒了 因為 啊 幹嘛消音 那不是 那不是 那不是更像髒話 消音 還好啦 還好啦 又不是正統的彰化 還好啦 又不是正統的彰化對不對 還好啦 還好啦 正統的彰化是什麼 正統的彰化是什麼 五字針言 六字針言 六字針言 六個吧 還有五個啊 可以隨便說 沒有 聽囉 你要不要吃過芥末 沒有 芥末 沒有 芥末 你第一次吃 那個綠色的 紅色的不會怎麼樣 綠色啊 黃色的 喔 我講紅 對不起 我想說你講紅色 我想說沒有紅色的啊 黃色的不算什麼 對 綠色的 你第一次吃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第一次吃的時候 吐了 第一次的時候 不知道 拖一吃下去的時候 把鼻子就在捏起來 也是無效 就感覺一種東西 從這邊一直衝上去 然後後腦勺一直麻上來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就跟 不要哭不要哭 你的眼睛就扭下來了 沒錯吧 就這麼刺激 一模一樣 你一聞到 它就一直鑽上去 你無法形容一種感覺 然後從後腦勺一直上來 刺鼻性 蛤 洋蔥還比較好 蛤 哇沙比真的是第一次吃的時候 就是一直鑽上去 你無法形容 感覺差不多啦 但是 不知道怎麼會講 它是一種臭味 臭到你會覺得 從後腦勺一直麻上來 你無法形容 所以提神醒腦 對 對 太行腦了 太行腦了 好來再來 你聽喔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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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什麼事 吃到辣喝冰水喝熱水都沒用的 要吃糖 要吃糖 對 吃辣的時候 蹲著一吃糖 就沒事了 為什麼 因為舌頭拉出來 它是有感覺 這個範圍的 前面是甜 旁邊是酸 後面是苦 知道吧 中間前面好像是 沒有辣這個口感 辣是把所有口感 全部都變成無感覺 就是上面的這個感覺區塊 全部變成沒感覺 所以你辣就是變成沒感覺 所以你只要 讓你的舌頭恢復直覺 就不辣 那你吃東西 最先碰到的是舌尖 所以吃糖最快 所以女生很多吃藥都很笨 女生怕吃藥 怕吃藥都怎麼辦 把它放到最後面 剛好放到最後面 舌根那邊是苦的那一塊感覺 所以你只要一放上去去 哇好苦喔 還來不及喝水就好苦 男生不是啊 要直接這樣吃 還要吞了嗎 因為你用舌尖 你用舌尖 我看很多女生怕吃藥都放到舌根 先放進去吧 拿一口舌 放到最後面就 嗚嗚嗚嗚嗚好苦 你就放到苦那一塊 怎麼會不苦呢 你放在舌尖就不會苦啦 因為舌尖只能感覺甜 它不會感覺苦 放舌尖水一到就沖下去 怎麼會經過舌根呢 所以說那個那個也是天的 你放舌尖 你放舌尖 沒有啦 本來是甜了 你放舌尖 怎麼會苦呢 它舌尖只能感覺苦 你會想辦法好奇怪喔 就是 對 就不會感覺到甜 這樣聽懂了嗎 你自己試試看吧 你拿個很甜的糖 你把舌頭拉出來 放在舌尖 我怎麼會帶她 蛤 舌頭下面沒感覺 味蕾都在上面嘛 可是你下面會有口水會溶 溶的時候 它就會擴散散來的啊 什麼東西放下面 藥啊 藥放下面 那它被口水融化的時候 那口水散來的時候 喔 你是感覺遲鈍的不能這樣子 怎麼可能外骨 口水不會融化它嗎 放舌頭下 喝水怎麼沖上去啊 蛤 奇葩欸 真的 吃藥是把舌頭先拉起來 藥先放在底下 然後再喝水 是假的啊 舌頭底下 蛤 舌頭下面那個口水出來的地方 口水可以從下面還是從兩邊 你知道吧 放下面 那怎麼喝水 蛤 舌頭拉起來 你是放舌頭下還是舌頭上 舌頭下 舌頭下 欸我都沒聽過欸 欸 放舌頭下舉手 蛤 放下 哇 那奇葩還放舌頭下 那你舌頭一蓋住你一吞水怎麼漏 欸 誰教你們啊 自己學會還是有人教你們啊 蛤 這是奇葩欸 真的 不是啊 我下次回去 回去試試看 我聽說有這樣吃啊 放舌頭下的 你怎麼不放鼻子啊 你怎麼放鼻子 那先來擴大戲吧 蛤 這我都沒 這個我可以學起來 蛤 怎麼有錢啊 啊 你一直嚼口水融它 不會到前面嗎 你放舌根欸 舌根怎麼 舌根不會緊 那些你口水有溶掉 怎麼可以沒口水呢 你自己覺得被你口水給你控制 不要出來 怎麼可能呢 是用牙醫的那個吸 蛤 牙醫的那個吸 那吸的超痛你不覺得嗎 對 吸到那個牙肉或什麼 痛死了 那吸的地方跟你不對好不好 好 回來 黃色炸藥 我幫你補充對不對 黃色炸藥 黃色炸藥 我先跟你講一下是誰發明的好不好 就炸藥啊 炸彈也是他 不是中國 中國發明的是火藥 黑火藥 黃色炸藥 黃色炸藥 這個人很有名 你已經聽過 他叫諾貝爾 他發明黃色炸藥 黃色炸藥這個東西 他覺得 他的代號叫TNT 對 縮寫了TNT 黃色炸藥 學名叫做三消雞甲本 三消雞甲本 黃色炸藥 他這隻這個有錢 他當時是希望 他當時是希望 他當時是希望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開采什麼煤礦啊 鑽洞啊 可以拿這個東西來炸山什麼 可以減少一些人命的損失 可是結果這全都被拿來做成武器 他當然賺很多錢 但他非常難過 所以他把他所賺的錢 拿了一部分出來 交給了政府 然後說以後只要發 誰發明了對人類和平有貢獻的 我們就把這個獎金拿給他 政府不是把對一部分而已 他賺很多錢啦 政府這個錢是不動的 他是存在銀行 是拿他的資息來付 對 就是歷史 資深的歷史來付的 所以本金是沒動的這樣知道嗎 所以諾貝爾講 其實沒有很多錢大概就 兩千多萬到三千萬 一個獎項 兩千多萬 兩千多萬你在台北市 可能只能買一間廁所 對啊 可是問題是你會有名 你有名的你去演講 可能一場演講就是五十萬 美金 你聽得懂嗎 是有名啊 他在這裡 蛤 我不知道欸 本金很多就對了 他為這個賺了很多錢 三消雞甲本 就是有三個消雞 我怎麼寫本本啦 甲本 甲本 這才就是藥粉啊 那你看人家什麼 你要做塑膠 當然要做什麼 什麼都可以啊 裝進什麼裡面都可以啊 整塊的啊 就黃色的啊 可以喔 紅色炸藥 紅色炸藥沒有 你不要自己創啊 你發明出來就OK 來 硫 硫 硫 黃色固體 被 沒什麼要講 硫磺 硫磺 硫磺是黃色 俗稱硫磺 溫泉口有 火山噴氣口有 有沒問題的 第二個 他的反應是我寫過 再寫這給你 Rs加嘔吐 變什麼 二氧化硫 我們是不是說過 濃郁水形成什麼 亞硫酸 前面寫過對不對 好 其實這我都講了 二氧化硫微無色 有刺激性臭味的氣體 一溶於水 使用一層酸性 酸硬的主成分 前面是不是講完了 對 好 我全部都寫過囉 我找了三個金屬 兩個非金屬去燃燒 三個金屬叫 納 美 銅 燃燒出來的產物 氧化納 氧化美 氧化銅 顏色是白色 白色 黑色 兩個非金屬 對 我這邊其實前面全部講完了 我只是幫你再複習一次 可以喔 然後找了兩個非金屬 碳跟硫 對不對 我還說硫燃燒 火焰是紫色 有沒有 全部補充給你囉 顏色 顏色 沒錯 然後咧 它可以做成硫酸 怎麼做成硫酸 我教你知道嗎 你如果只用它 是形成亞硫酸喔 它溶於水 會形成亞硫酸 我不知道你背了沒 但我跟你講 它很有可能會考 但是可能不是現在 考的機率就20% 聽到 二氧化硫 給它溶於水中 就會形成什麼洞洞 吃飯睡覺 打洞洞 H2SO3 俗名叫做亞硫酸 有印象吧 亞硫酸跟硫酸 還是不一樣的 因為硫酸要4個O 欸 怎麼了 H2SOO 那它少一個O啊 所以我們要把 二氧化硫拿過來 給它再氧化 就會形成三氧化硫 三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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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告訴你好 有個同學很奇怪 我這裡啊 明明就寫這個3 它非要寫這個3 國字的3代表是3個 阿拉伯數字的3代表是第三個上面 在我們化學裡面 國字的3代表3個 阿拉伯數字的3代表第三個 三個跟第三個 第三個在第三個上面有東西 有喔 三個是有三個阿 怎麼沒差阿 你拿50塊 老闆給你三顆蘋果 給你第三顆蘋果而已 你感覺有差嗎 有差阿 三個跟第三個有差阿 你剛剛台語問我 我上次台語回答 所以注意聽喔 這上面 需要一個催化劑 叫做V2O5 無氧化二繁 對 無氧化二繁 催化劑啊 金屬的氧化物啊 然後把三氧化劑給它拿過來 溶於水通入水中 喔 又溶了 就會變成H2S4O 中風啦 快吧 不要學我講話 這樣OK齁 亞硫酸是酸魚主成分 牛酸是什麼 那牛棒 硫酸可以作為黑火藥 真的沒問題 可以嗎 各位從小 可不可以範圍 我腳完了 可以嗎 後面是 滿德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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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秒七組 你知道嗎 來你先往後翻 我跟妳講齁 你先往後翻我跟妳講 沒有 我跟妳講齁 32月的分子說 目前啊 你 呃 這個地方其實我跟妳講 只是我沒有跟妳講 這叫分子說 你記不記得我有講過一個 我說 物質的性質是由分子主態決定 這人叫亞佛家絕提出來的 亞佛家絕 要告訴妳說 同樣是歐 但是兩個一組形成的 跟三個一組形成的 其實性質不一樣 可以嗎 可以喔 所以它這個內容在講這個東西 歐兔跟歐三性質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氧氣 一個是臭氧 性質一定不一樣 今天妳 一顆的叫原子 兩個一組的叫分子 三個一組也叫分子 這樣妳知道嗎 所以物質的性質是由分子主態決定 每一個分子都是原子去 就是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 其實分子嚴格來講 應該要叫做 原子團 聽懂了吧 它是元素 它不是化合物 元素跟化合物的定義是 元素只要是同一種就可以了 這樣知道嗎 好 再來 有的東西呢 它會以一顆原子來表示它的性質 有的東西不行 哪些東西一顆原子可以表示性質 亥 乃 雅 克 仙 東 全部是一顆 譬如說 亥氣怎麼寫 對 乃氣 對 就類似這樣子 這樣聽懂了吧 它不會寫兔的 你沒有看過我寫兔啊 這叫做一顆原子就代表性質 叫單原子分子 它有雙原子的 像這種就是雙原子 氮氣 也是雙原子 兩顆原子組成一組 這叫一組的叫分子 聽懂了吧 它一個人N 跟一組N度性質是不一樣的 這樣聽懂了吧 金屬也是寫單原子 一顆就代表性質 像鐵F1 它有很多F1原子湊在一起 但是性質 但是一整塊 它的性質跟一顆F1性質還是一樣 所以寫單原子的時候 請記得 有兩種是只要寫一顆原子 就代表它所有的性質 金屬元素跟鈍氣 最後一組 聽懂了吧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如果你可以 這邊其實我幾乎都教完了 它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可以喔 好 但是後面會有一個比較困難的 我現在沒有打算教你 我要給你下課 但是你不要急 我再跟你講 等一下我們要寫什麼東西 等一下喔 後面有一個那個四四頁齁 其實四四頁是我多編給你的 就下面的 化學反應的種類 你學校有沒有講化合分解 置換副分解 有 你有講 有嗎 還是有 好 那就是說 其實我去看你們課本啦 現在幾乎都沒有在講這個 可以喔 有空我再幫你講 這個 這我自己編進去 因為這四個反應很重要 你要化學要理解 高中是一定要的 這四個反應如果沒有學 其實基本上你會出現一點問題 就是反應不會分類 你看很多反應如果你是被 你沒有去分類 其實基本上 你就變十倍啊 那個反應是有幾百萬條 你不是完蛋了 我不會這樣去算他了 可以喔 好 那等一下我來幫你教這個 先給你下一個休息一下 快 來 我們把後面幫你上調 來 你看 門德烈夫 來看喔 抽洗表誰提的啊 門德烈夫 背起來 這個人怎麼找出來的啊 做夢夢到了 他有一天睡覺的時候 他想要把元素喔 拍一個表格 結果呢 他在睡覺的時候做夢夢到 真的 他夢到了 以重量來排 那 他以重量來排 為什麼後來他出名了 因為咧 他在排的時候 比如說多重 就排一號二號三號四號 他把一個東西空出來 然後問他說你為什麼 空了一個格子 他說以依照這個重量的順序來看 這個 這個 東西 應該這裡已經少了一個東西 當然不相信他吧 可是事後證明 有發現這個東西 發現那個元素 重量跟他預測是一模一樣 所以他聰明了 那 後來我們現在不這樣子用了 我們現在用的是以值指數來排 這個 我們現在的周期表 現金的 不再是門德烈夫的 門德烈夫是以重量排不好 現金是以莫瑟勒 或有的參考書寫莫瑟 都可以 反正是翻譯字嘛 莫瑟勒 現金是莫瑟勒 然後咧 他怎麼排的 他以值指科數來排 以值指科數來排 這都沒問題嘛 以值指科數來排他 可以好 以值指科數 排列 所以一號咧 在最左邊 誰啊 清 清是唯一沒有 有 中指的 可以齁 一號 二號 三號四號 五號六號七號八號九號四號 可以齁 直指數來排 沒有問題 所以呢我們現在周期齁 有七個周期 周期是橫的齁 橫的是周期 直的叫做 足 同一足都有同一足的特性 這樣知道嗎 所以呢 直的 橫的 叫做足 同一足 當然都有同一足的特性 橫的 叫做周期 可以嗎 來 第一足叫什麼 第一足 鹼金足 為什麼叫鹼 因為它水容易呈鹼性 這樣可以嗎 氧化物容易水水容易呈鹼性 金屬嘛 沒問題嘛 又是金屬的 所以叫鹼金足 第二足叫做鹼土足 又叫鹼土金足 為什麼 因為第二個 直的 它也是金屬 可是咧 它大部分都在地殼裡面才找得到 所以是用土 這樣知道嗎 那那個鹼也是指氧化物容易水水容易成鹼性 這樣行嗎 可以齁 沒有問題 所以你看啊 鹼金屬 氧化物容易水水容易成鹼性 最有名字是誰 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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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燒 氧化物 叫NA2喔 溶於水中 溶於水中 就給它加水 就變什麼東西 欸 鹼金屬有什麼東西 最近 最近 有什麼特徵 鎧是特色嘛 鹼金是派一個OH啊 有沒有影響 OK齁 好 叫氫氧化鈉 有書名 書名叫什麼 燒鹼 還有 科性鈉 有沒有影響 有喔 有沒有背啊 科性鈉 科性鈉 不是科性鹼 可以喔 活性鈉 容易跟氧氣反應 沒問題 第二個呢 鹼土族叫2A族 常以化合物的形態存在於地殼中 這為什麼都化合物 很多都是氧化的嘛 地殼中啊 都有氧氣跟它作用啊 什麼氧化鎂 皮鎂 蓋絲 貝雷 氧化鎂啦 這些東西的 可以嗎 氧化背 這都可以 氯化背 也可以 氯化鈉 也是可以 這樣行嗎 行喔 再來 第二個B我要你知道 鹼土族 遇上碳酸根 就會產生白色的碳酸鹽 這條超重要 畫起來 趕快 記得哈 2A族 就是 鎂蓋背 這些離子 鎂啦 蓋啦 通常都是考鎂 鎂離子 蓋離子 背離子 它只要遇到 2A族 只要遇到 碳酸根 CO32- 或者是 硫酸根 SO42- 則 產生白色沉澱 則產生 白色沉澱 這你一定要背起來喔 幾個例子給你看 例如說齁 例如 我這裡有一個 呃 綠化背 B C 2 加上硫酸 它就會變成 你看囉 綠化背 是不是有背 你只要看2A族 你不用囉嗦了 答案就選白色沉澱 你在看它寫個方程式 你不認得 但是裡面看到2A族的 它考出來一定都是白色沉澱 這樣知道嗎 可以接受啊 你就照這個模式去選囉 它又碰到了 有這個硫酸根 所以這兩個會在一起 叫做BASO4 白色沉澱 再加上 HCl 鹽酸 有看懂嗎 你只要看到化學室裡面 它會寫什麼 綠化背 你只要看到皮美鈣絲背 美啦 鈣啦 背啦 這種東西的 然後你在找 它前面有什麼東西 什麼 硫酸根 碳酸根 硫酸什麼鬼 碳酸什麼鬼 只要出現硫酸 或碳酸兩個字 它配上前面有一個2A族的背 或鎂 或者是鈣 你就選白色沉澱 這樣子OK嗎 可以啊 要先記得喔 好 這17頁了 沒問題吧 好來我們來翻頁 你這次考試喔 背的東西很多啊 你就要盡量做 不然沒辦法 加油啊 成我值得表示法 笨子說 來翻到三十而已 三十而已 三十而已 笨子說誰提出了 雅佛家絕 可以嗎 雅佛家絕 這個人家畫起來喔 因為下學期我們就要學他的 雅佛家絕學說 可以喔 他說啊 內容 大部分的物質都是有兩個或兩個以上 原子所組成大部分 比如說什麼 氧氣啦 氮氣啦 氫氣啦 一氧化碳 都是兩顆 可以嗎 所以原子 我們來弄成分子的時候 有另外一種分類的方式 看是幾顆組成的 我們稱為叫 單原子 或雙原子分子 或叫做 多原子分子 看到喔 什麼叫做單原子 欸我問你們啊 每一考完是不是就放下了 對啊 所以有韓服 只有你有韓服 什麼學校 什麼學校 你什麼學校 東山 東山 喔 還有韓服 私校都有韓服 有放兩天喔 就那兩天假日六日啊 真好 我那邊學生 我跟他講說 考完那天就開始上課 我自己那邊補習幫我跟他講 考完就開始上課 還是跟我講 老師 各位不要上 我本來是不要上 有個學生說 老師我很想上課 那就上 打掃 反校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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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那我看我也放個架好了 好來 欸我們來看啦 我們來看啦 單原子什麼意思 看下面 分子的分類第一種 依照科書來分的 單原子 哪些是單原子 金屬 你就寫單原子 金屬元素 你像老師 金屬元素的誰啊 你可以寫很多啊 還有一個 叫做鈍器 最後一組叫鈍器 是不是啊 那又叫做惰性器體 又叫高貴器 又叫稀有器體 名字很多 鈍 遲鈍 不給人家結合 他說只有一個人 例如說什麼 我剛才有寫啊 亥器就怎麼寫 對啊 H1 亞器咧 哎呀 就一個人嘛 不給人家結合 所以說他很遲鈍 惰性器體 很懶惰 不給人家結合 很難找到 所以要稀有器體 要說他很高貴 都不跟人家在一起的 所以要高貴器體 四個名稱 行不行啊 要不要寫給你 來來來來來來來 等器又叫做 稀有器體 稀有器體 又叫做高貴器體 又叫做惰性器體 不要都要考出來 不會了喔 懶惰 惰性 氣體 有這麼多名稱 那金屬元素有誰 金屬元素 鐵啦 假啦 那啦 他就一個金屬元素 就代表他所有的性質 就要是一坨也是一樣 一個原子代表他性質 那有的物質咧 要雙原子分子 兩個原子在一起 才代表他的性質的喔 例如什麼東西 例如 青氣 氮氣 液氧化碳 氧化煤 你聽著喔 這裡是用顆數來分的 沒有說兩顆一定是要是同一種的 這樣你知道嗎 所以這樣子你看 如果有另外一種分法 同一種的 是不是叫做元素 不同種的 是不是叫做化合物 那種是用種類來分 這是用個數來分 這就是兩顆一組 兩顆一組 不論是不同種都可以 這樣知道嗎 這是用顆數來分的 所以我上面給你寫 有兩個 它是用個 下面呢 多元子分子 很多種 兩個以上的 由三個開始算 三個有誰啦 三個有誰 葡萄糖是不是三個 C6H12O6 三個以上 很多顆嘛 H3 H2O 也叫多元子分子 H2O也是三顆 多顆原子 組成一個分子 稱為叫做多元子分子 又誰 我們看顆數 水就是三顆 二氧化碳也是三顆 還有一個超多的 叫做葡萄糖 還有一個更多的 叫做 這糖 又叫雙糖 C12 H22 O11 這樣就叫做 這糖 這叫做葡萄糖 對 葡萄糖 歐三 歐三 歐三也是 這裡是 不管你是元素 還是化合物的 有沒有同種不重要 可以嗎 OK好 你看啊 上面那個分子說的第三點 很重要你要畫起來 原子性質由 直子可數決定 分子性質由分子結構決定 物質性質由分子結構決定 那自打錯了把它改一下 自打錯了 分子說的第三點 上面的分子說的第三點 它那個下面寫 原子性質由直子可數決定 物質性質由分子結構決定 不是分子性質 物質的性質 改掉 不是分子性質 你知道嗎 看來啊 這要改哪一個啊 別發呆啦 第三點 原子性質由直子可數決定 物質性質由分子結構決定 物質性質由分子結構決定 那啥人啊 這裡啦 先改掉 改物質 看一下 好 再來 那如果依照你 是不是同一種組成的話 就會分成元素去化合物了 可以嗎 下面就有寫嘛 依照原則 種類 在一種類分就有元素 同一種叫元素 需要再舉例子給你啊 O啦 O2啦 O3啦 H2啦 N2啦 可以嗎 P4啦 S8啦 P是4顆 S8顆 好 化合物 兩種以上的 CO啦 CO2啦 C6是O6啦 O6啦 這樣行嗎 舉例子 舉例子 快快快快 舉例子 幫我寫喔 元素有誰 例如 氧氣是元素 臭氧是元素 7是0 6也是8顆 O3 也是 一種的 只要一種就可以了 不見到一顆啊 對 B 化合物是誰 是兩種 水是三種 二氧化碳 也是兩種 不論幾顆 兩種以上 葡萄糖 三種 S是8顆 只是一般我們寫的時候 就寫給S而已 可以喔 化學師的寫法應該不用講了吧 先正後腹 仰在後面 正的寫前面 腹的寫後面 可以嗎 架數表要背喔 不然寫不出去啊 可以喔 你們那個 新同學後來來有拿到那個架數表嗎 你們 都有拿到喔 OK 來 來 我們要下課更快 後面3 3月我給了你一點點架數表 行嗎 來 去這裡都上完了 來 44夜 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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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考完這一次而已喔 東三 沒有教到下一次喔 末爾樹 不是我說你有沒有考這一次 好 沒有跟你們一樣啊 像這樣子啊 因素要燒起來 理化沒有辦法 太多了 而且又是新科目 來 物質的變化開始 物理性質 你知道我背起來了喔 凝固啊 那三代變化叫物理性質 還是什麼 重量啊 物理破碎 總之 沒有產生新物質的稱為叫做 物理變化 化學變化 有產生新物質的叫化學變化 那化學反應的性質 就叫做化學性質 舉例來講 燃燒會不會產生新物質 會 所以燃燒是個化學反應 所以燃燒的可燃性 就稱為叫化學性質 聽懂了嗎 我問你氧氣是不是有助燃性 氧氣的助燃性是不是代表 它會跟東西結合 這氧化 所以助燃性就是化學性質 聽懂了吧 融點 一個物質融化之後 還是原本的物質 沒有產生新物質 只是相態不一樣 所以融點就叫做物理性質 聽懂了吧 廢點 你東西沸騰值 從液態變氣態 那是物理變化 沒有產生新物質 所以廢點它是一個物理性質 這樣會分嗎 行不行 對啊 別分心啊 你知道再五分鐘就十一點半 要放學了 加油 好 化學變化的種類 我最想有眼淚的 不行 為了你好我決定要講 再不講以後 我不見得有時間講 好 來 把你的筆放下來 注意聽我講 我來講家 可是我時間真的很滿 很抱歉 對啊 過年啊 那邊還有韓訓班 就是國三的會有些 其他的班 還有其他班要開啊 很抱歉 來 我一次講完 請你把它記得 沒錯 所以很難擦 視野課不用擦黑板 沒錯 來 所以可不要擦黑板 去把電視搬下來 對啊 可是我覺得 因為這裡齁 對我會喜歡用粉筆 因為這個 可能我的上面畫線不太好 可是寫起來感覺不一樣 蛤 蛤 他比較有錢 沒有 寫起來不一樣 因為他的 數學跟我們不一樣 數學的字比較少 我們都是國字 國字寫上去沒有辦法 你會發現他們寫國字的時候 都會黏在一起 因為國字跟他國字有用 我如果全部打上去 我說好 請自己往下閱讀 我怎麼打來遠啦 沒有辦法 蛤 蛤 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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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用黑板 也是啊 我怎麼那麼愛黑板 你搞錯 這個東西啊 轉過來 感覺就是不一樣 就像如果我不講話 我用錄的 你上次不是也講嗎 錄起來感覺就是不一樣 沒有嗎 如果你OK 以後我就放袋子就好啦 你那邊也有裝一台這個嗎 有哈 看電影啊 看電影啊 為什麼不用 因為看電影啊 很好啊 什麼電影都可以啊 BBS喔 蛤 BBS 投影機 我先跟你講 沒有它好啦 說真的 投影機畫質沒有 投影機畫質其實不錯 可以調 可是問題是投影機要白色的大牆壁 大牆壁 黑色不行 投影機不行 啊 螢幕不好看 螢幕不好看 要整個純白的牆壁 那邊有人要一放起來 哇 可以拉到很長 那你上面這些都要拔掉 那你有不喜歡 就要播給學生嗎 學會看啊 變成電影院啊 誰把轉向 那很難啊 可以啊 好啦 四大反應 每個課都有不同的影響啊 我希望Yoki做成就是 他放影片給你看 譬如說 突然間道好吞就出現在上面 到時候我就是道好吞 我曾經幹了什麼事 真的 沒有我講真的啊 我有在找人做這個 可是 做人很難找 你知道嗎 會做那個 畫圖的 最難找就對了 對 對對對 最想你把分子結構畫出來 實際的樣子 然後可以這樣 720度這樣旋轉 然後你看它各種角度 對 差不多 有點難啦 對啊 好啦看著看著看著 我先不討論那個 日本很多 日本最多不是那個 有一個 有一天 火車上坐四個人 台灣人 日本人 美國人 跟法國人 坐在火車上 美國人突然把車窗打開 拿出一點美金 啪啪啪啪啪啪一直往外撒 他全部看著他 撒完了之後 美金全部往外丟 撒完之後 衝開起來 大家看著他 沒有什麼 美國就是美金多 法國人就站起來 從上面 拿出一大 箱子 沒有 打開來 裡面全部是玫瑰花 啪啪啪啪一直往外甩 沒什麼 法國人身上就是玫瑰花朵 日本二話不說 從上面拿出兩大箱皮箱 打開來 全部是十字 啪啪啪啪一隻往外 人用倒了 倒了就打開來 沒什麼 日本就是A片裸 台灣人想了一下 不知道怎麼辦 就把車門打開 把三個大學生推下去 然後關起來 台灣人是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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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第一個 化合 化合 你沒講完 你沒講完啦 我講完啦 講完啦 不用講啦 大學生怎麼說 都上門有時候大學生要講的 對啊 對呀 你這樣懂啦 好來看我這 你要看動漫展喔 你來看動漫展喔 你在講太大學生 什麼時候動漫展 在我家旁邊啊 我就住在那個旁邊而已啊 可是你不想回家 2月我可以啊 12月31號我不能回家 欸化合 聽到 注意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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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5分鐘 我就講完了 注意聽喔 5分鐘 聽喔 A加B變成AB 化合 其實這要舉例的 我知道我講過了 我只講了化合分解給你們看 但是我新同學 我必須要重講一次 分解 要 要講 要講 不能不講 很重要 分解 AB變成A加B 蛤 這當然不一樣啊 第三個 置換 置就是位置 位置交換 又叫做 還有一個名稱 叫取代反應 AB 加C變成 A A C 不是 CB 加A 好 4 變成A是有什麼不一樣 這要是正的金屬 這要是負的 這個也要是正的金屬 金屬 金屬才會活性大 才會取代人家 對 男朋友 女朋友 男朋友要搶家女朋友 男朋友要搶女朋友的條件是什麼 要大 要9 活性大 可以嗎 追著要9 可以好 負分解 負是什麼意思 再一次 就是同時重複啦 看到 AB 加C主 變什麼 A主 加 CB 不是BC 因為 這是正的 這是負的 這是正的 這是負的 老公 老婆 老公 老婆 對 老公跟老婆 他老婆跟他老公 可以啊 有沒有這樣 注意聽喔 注意聽喔 我現在以下舉的例子 保證都是你國中一定考的例子 如果不考 忠勇跪在補習館前面跟你說對不起 好 好 他剛才已經叫我們一次喔 我很尊敬他 所以我拿他來賭 你知道我有多 都在乎了 看到 例如 劉酸銅 CUSO 拆解兩半 金屬 跟一個劉酸根 碰到了 新 我問你 新的活性比銅大 沒背好思路 甲蓋納美女探金 鐵齊千金通 共贏不金 所以新的活性大 就把他老婆搶走了 變態 他老婆自己跟他跑 不關男人的事啊 來 加銅 劉酸銅 加銅 加銅 劉酸銅 那補習館不好 我總不知道 這一句最好的 就是超越啊 哈哈哈哈 我以前住這啊 你也知道超越 超超越 超越 我以前住旁邊 我不跟你講 我沒有跟你講過嗎 沒有 我住在那個收口百貨樓上 中山對啊 住這邊 我以前只要住 那這附近 我就是不上課 我習慣就是這樣子 像我住大學那附近 就是不上課 路上就碰到學生很煩啊 他說去夜市我家 他帶來幫忙 老師 他有時候過年的時候 在那個路上都被堵車 然後就把車篷打開 然後看著那個煙火 就堵在路上 老師 全部都在看我 哈哈 真不好意思啊 好啦 有啊 我臉皮很薄啊 劉酸銅 放水中會拆解 變銅離子 你知道銅離子什麼顏色嗎 藍色 所以劉酸銅測水的時候 水溶液成什麼顏色 我在激動 我在激動就告訴你說 你有沒有背啊 會拆解 會變成惡症啊 銅離子藍色 劉酸銅水容易 含水的時候是不是藍色 不含水的時候是白色骨骑 它只要放進水中 它就會拆成兩半 這就會跑出銅離子 CU二症 那一杯水 就會是藍色 當它一取代之後 這變成銅了 銅什麼顏色 紅色 所以這個容易很好笑喔 劉酸銅水容易 藍色的喔 拿一塊心 心塊 丟下去 裡面的藍色變淡之後 它逐漸長出一顆紅色 長出無中生有 因為銅離子變成紅色的銅 銅離子很小 好 你是看不見的 這樣知道嗎 可以喔 五分鐘到老 好 我們可以考試了吧 請問 你們只要答對我剛剛講就可以了 他們就可以下課 請問 銅原子什麼顏色 刷賽好 不能下課繼續 就為了算時間 剛剛講的都沒講 好 那再一個喔 不要講話 請問 你們兩位 銅離子什麼顏色 你們兩位啊 兩位都是啊 銅離子什麼顏色 唉我教你們都不學 提醒大家幹嘛 要背啊 要避考啊 這樣知道嗎 可以喔 副本姐也是 好啦 這個 有空我再跟你講吧 那我跟你講啊 你的東西我都幫你講完囉 下學期這個我不重複講了喔 可以喔 好 我都寫給你了喔 好 那你 要下課可以下課 不下課的聽我講喔 要下課自己下課啊 不下課的聽我講 他如果考出來了 他如果考出來了 化合物 加熱分解 一定是元素 錯齁 聽懂了吧 化合物 分解出來 當然 必定是元素 錯齁 也有可能是化合物跟化合物 也有可能是 或是元素跟元素 他如果說 化合物分解出來 一定是元素 錯齁 聽懂了吧 如果他寫了 元素跟元素結合 也有可能是元素 錯齁 元素跟元素結合 一定是化合物 沒什麼好講的 化合物 倒回來分解 一定是元素 錯齁 不能倒回來 元素跟元素結合 必定是化合物 化合物分解出來 一定是元素 錯齁 也有可能是化合物跟化合物 你聽懂了吧 這兩條是必考的 可以 其實還有一條 不講了 就這樣子喔 可以喔 好 我把時間交給老師囉 好 謝謝